尼博爾官員週四表示,上週六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升到將近5,500人 救援人員繼續在廢墟當中搜索,同時援助組織努力為災民運送急需的物品 在尼博爾首都加德門道,救援人員從一座建築的廢墟當中救出一名十多歲的男孩 在發生7.8級地震後,他一直被困在廢墟當中長達5天 救援人員用擔架將這名男孩抬上一部汽車時,在場的人群全發出了歡呼性 聯合國人道事務主管阿莫斯將對尼博爾進行3日訪問,對援助行動進行評估 聯合國週三緊急呼籲籌款4億1500萬美元 為在露天過夜的50萬災民提供住所 並且為數百萬受到地震影響的人提供藥品、水及食物 聯合國表示地震摧毀了7萬所房屋,還有50多萬所房屋受到損毀